我們看到恒生指數開盤 這才是一種高虛的動作 這個高虛動作我們要看回現時的情況下 高虛之後他當前來看 勢力可能沒有那麼強 高虛有一點回落的跡象 昨晚夜期主要是大動了市場的反彈 但是我覺得這個位置始終少了什麼感覺 你要他好像之前這樣積上 我認為應該是比較難的 當然不是很現實 如果是這種行法反而又不好 這種行法有一點短命 一般來說在當前的市場走勢 按照這種形式 好像三、四、五、六月份 大家看看 平均指數 在那時候如果是這種 不斷地向上走的玩法 其實對市場來說我覺得不是很健康 一般來說很快就反彈浪 可能跌速了 而且帶來比較深度的調整 為什麼呢? 因為這些地方不一定有很多人會上車 所以很多時候他反而是一些最長的資金 在那裡不斷地向上打高度 同時在這個位置 其實已經是有一些資金不敢入場 是踏空的 所以呢 這些踏空的情況下的話 會出什麼情況呢? 這些踏空的情況下的話 就會令到籌碼斷層 大家明白什麼意思嗎? 就是說 這些人不敢在這裡買 是不是? 那如果不敢在這裡買的人呢 他在這個地方 他不斷地直升 他就不會再上了 不會再上了 所以一旦他下來的時候 等於什麼? 一旦他下來的時候 就是等於這些位 沒有支持位 沒有人在這裡入場 沒有人在這裡入場的情況下 那是什麼意思呢? 那在這裡的話 他就沒有籌碼在這裡沉墊 那沒有籌碼在這裡沉墊 會怎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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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力量直落 所以你很難會看到他什麼 很難看到他會在某些情況下 出現一些支撐位 好 早晨早晨 大家Good morning Good morning OK 好 早上應該都比較多課的授上 我看到很多老朋友很早 來課通 一般來說都會蠢事開課 好 開課十分鐘都是講恆子的走勢為絕 所以大家在理解這個市場 有些同學不會有這種角度 即是不清楚是怎樣走的 或者對於我自己的早餐 可能沒有一種比較 即是說認識不太清楚 或者對我說的話 不是很明白 我認為你不會走這種直升浪 原因是什麼? 就是 有這種直升浪 他一旦上去的時候 他會很快 對嗎? 而且這些位置如果有人入場 他可能就搞定一點 如果這些位置有人不敢入場 基本上這些錢不會 散戶或者其他市場的籌碼 他不會在這裡入場 明白嗎? 所以如果他們不敢在這裡入場 即是說這些籌碼就斷了 斷空了在這裡 斷空了在這裡 那一旦斷空了在這裡 會怎樣呢? 一旦斷空了在這裡 他到第一陸來 他打下來的時候 支持就很弱 所以你看到 他一層一層是這樣破 這裡呢 一萬八千五 破 一萬八破 然後又破一七五等等 一層一層這樣下來 原因是什麼? 就是他這裡 不是很堅實 就是說 那個水泥 或者你說這個 一層樓二層樓 三層樓也好 很容易穿埋 很容易就是說 很容易在這個地方 就倒樓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 就是說 他在這裡沉澱的籌碼是不足的 所以一旦沉澱不足 出現調整浪 他下來的時候 他就很難拆得住 那為什麼今次到165 這些水泥 167這些水泥 他就不下去呢? 淋不下去了 現在這裡已經是一樓了 最下去就是地下層了 所以已經到一樓了 一樓大家在這裡出著日約 就是這麼多籌碼在這裡 你最下去就是地下層 地下室了 所以他打到一樓的時候 一般來說 你想下去地下室 沒有那麼容易 是吧? 所以一樓就會站穩 那一樓站穩了之後 你說他會不會好像之前 這樣踏踏電梯 是吧? 直上直上直上 我認為不會 那會不會 那會不會怎麼走呢? 如果 角色隊 他想令到市場走得遠一點 這裡一定是角色隊和他 其他事情你不用留意 外資不會幫你做這些事情 所以你就要看阿爺 阿爺怎麼去做 我認為阿爺如果要做的話 他應該會好像這種玩法 上去下去下去下去這樣走 為什麼呢? 只有這種玩法 才會有籌碼沉澱 明白嗎? 所以 如果他這種玩法 他後面會點命的 一下來就沒有了 所以我認為阿爺這次他不會玩這種招 他應該會玩慢的 就是說想走一段比較慢的慢流浪 好 所以這種玩法 市場他就會不斷地在這裏上來的情況 所以我反而覺得這種會更加好 這種更加好的原因是什麼? 這種更加好的原因就是 會吸納更多的人入市 和在不同的價位出現籌碼的沉澱 那這種出現不同的價位籌碼的沉澱的話 如果他調的時候 他才不會殺得太厲害 明白嗎? 所以這種情況就是說 在當前的Share Admin 國資金控盤的話 他應該會用什麼形式 或者會用什麼手法 去對市場進行一個操控 或者對市場進行一些走勢的推演 基本上個人的一個提招 就是按照當前的這個市場環境 和按照當前對市場的一個理解 可以和大家去做出一個分析和分享 那到底對不對 或者是否好像我表雪那樣 學人出的這些玩法呢? 那這個地方就不清楚了 總之我觀點我會給大家 因為我怎麼分析怎麼走的 怎麼想的 會和大家說 合不合不合呢? 就是交比市場了 所以你同學問我 是否煮升浪開始? 是否有升浪? 這個地方 升浪這裡不排除 為什麼不排除? 因為這個地方 我會不認為它後面會跌穿的 所以這個地方應該是增加一個 就是下半的低點的機率很大 所以這個情況的話 如果這個低點不跌穿 它最多都是一條一條 如果這個地方它已經開始主升浪 不叫主升浪 叫做開始三浪 這個是三浪來的 那麼在這個情況下的話 也都不排除的 它可以從這裡開始的 為什麼? 因為降息在周期 降息與期在這裡 然後這個中美金融會議 市場可能會有與期 更多的這些外資有機會 和在政策上支持他們介入 包括一些企業 放鬆了他們對於這些企業的參股等等 那麼無論在哪些角度來講 國家都是想要市場升的 這個大只不過是 只不過市場不買賬而已 所以這種情況下的話 我們出現的一個看法 和我們出現的一些變化 就是這樣的一個預期 但在這個情況 我都不認為會直升時間 所以大家也不需要太過擔心 即是說沒有機會買入 或者在這裡我還未溝通 等等 這些東西我認為 各位同學不需要太過擔心 應該你後面還是有機會給大家買入 好嗎 所以首先來講 就跟大家解答一下 很多同學會問到我的這個問題 讓我們各位同學更清晰 對嗎 不要說 不知道 但是我會跟大家講一下我的觀點 一般來說我的觀點都不會怎麼變的 你們老朋友都清楚 新唐我可能不是很清楚 如果新唐不清楚 你們去看我以前的早餐 我以前的早餐 這裡 早上是傑森和我 我們兩個在這裡 和大家去做一個直播 早上的 通常 早上的早餐是誰直播 下午是Louis Sir 會跟大家去做直播 基本上 我的形式就是紅色字體 四方向的 如果版本不大 或者比較難去預期的話 一般來說都是震盪史 我可能會寫震盪為主 因為這個地方 史看不清 免得 講到太多明確的觀點給你們 可能這堂就聽我的說話 然後就入場了 或者就去做星啊 做孤啊 都不少的 我知道不少同學是這樣的 這些我免得麻煩 如果我覺得確定性一點 我會跟你說 如果不是很確定性的話 你們就是觀望 我一般來說 股震盪的機率比較大一點的話 就是觀望史為主 所以不清楚的時候 不急的 你有更多明確一點的 清楚一點的 那你再去做 其實我覺得整個 反而更好 每天都想做交易的 每時每刻 沒有市場 不在入場 不舒服的 一定是虛錢的 真的就是虛錢的 所以說這些情況下的話 這些情況下的話 交易的評率 交易的次數 和你保持的波段 你只要賺幾十點 還是兩百點 還是想賺五百點 成千點 那其實呢 你們的思想 和操作的這些策略 都是不一樣的 好嗎 那講到這裡的話 那其他呢 還有什麼類型 要和你們去表達呢 那我肯定說板塊 板塊 其實呢 有些板塊 有些同學都問了 其實我都解答了 理電池也好 理礦也好 這些位置 你詳略要他殺到幾深 很難的 所以一般來說 好像1712這些股票 有些同學都問過 我認為也沒什麼提到問題 原因是不原因是 即是期貨也好 包括現在國家對於一些 新元氣車也好 包括理礦 理礦 理礦其實呢 有些國外的政治性阻礙 所以呢 會令到那些打壓 都應該是有強支撐的 那大家就看到 今天呢 他也是比較堅硬一點 那另一方面呢 你說中分國際 這隻呢 其實我講過很多次了 這隻股票呢 應該是雅爺入了帳 所以呢 你想他殺到哪裡去呢 不是很現實 他反而應該是後面才會發力的 這半導體 其他的包括呢 華鴻 華鴻呢 前一陣子就是一個業績的議題 令到他出現基本面 不都好的一些跡象 營收 銷售呢 銷售收入同比下降 簡單 但是你看到後面呢 他的產能利用率 其實已經是滿產的 也就是說 可能你才看到 這個季度 二季度 不得好 那你要想三季度 四季度應該不會差的 不會差的 所以這些位置 他殺回來這些前期平台位 就是說這些水位入場 咦 他最殺多少呢 跌多1元 又跌多2元 暫時跌多1元 2元 我覺得他都會更加 所以我們要玩 如果你做股票 一定要考慮安全邊際 這些安全邊際的前提就是什麼呢 你知道這隻股票 他後面還有機會再拉上來 而不是殺到無底的一種情況 那這種要考慮什麼呢 這種要考慮就是 第一 基本面要考慮 邏輯 邏輯很重要的 邏輯 就是藍帶主要黃帶綠燈 又吸召 又紅柱 又知識柱 那現在怎樣 現在只有吸召OK 那現在只有吸召OK 其他不行 那現在其他不行 那如果用我打分系 那現在他就不能升 是不是 他現在不升 但是不代表你現在 不能說 如果你真的想做 那這些題目大家只能夠入少 但是你以為 現在我要跟你說了 他就立即升 No 我要跟大家說 為什麼呢 你就用我講教的指標去分析 他現在都不是升的時候 只不過 你說 要我去講 哪些安全的股票 或者是哪些安全邊際 或者是哪些情況下 應該還是有可能性 有機會的 那我會講一講 可能這些地方 相對呢 就好一點 所以你基本上 可以跟大家去做一個分享試一下 就是說 會有那麼多的一些邏輯 和有那麼多的一些 去給我們那一堂的一些參考 或者在這裡 去進來一個 互相交流